國務協議 首先 我要代表國人 對全體教練 選手以及資源團隊表達感謝 感謝大家對於國家榮譽的投入與付出 看見大家精神飽滿 我對大家有滿滿的信心 各位為國家爭取榮耀 政府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要提供最好的訓練環境 最強大的後群資源 讓大家參加比賽 可以沒有後顧之憂 現在行政院已經核定第三期的 國家運動園區整體新設與人才培育計畫 要為大家打造一個更優質的訓練環境 有好的設施和好的場地 另外 運動員住宿大樓也將在明年2月啟用 提供我們代表隊有更好的休息的生活環境 在場的每一位運動員 都是國家培育體育裡最精英中的精英 除了代表自己 更代表我們台灣競技運動的未來 過去有許多優秀的選手 都是在世大運的賽場上突破自己 證明自己成為一個世界知名的選手 讓世界看到台灣 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夠做得到 就是我們要以這樣的氣勢跟衝勁 在我們拿玻璃的世大運拿好最好的成績 比賽在即 除了提醒各位選手 要在參賽的過程中 注意安全 照顧好身體 也要祝福大家 能夠將辛苦的汗水轉換成為豐碩的果實 奪得加基 為國 爭光 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沒有什麼能夠阻止台灣向前衝 祝福大家旗開得勝 再次給台灣人民一個充滿奇蹟的夏天 謝謝 謝謝